基隆邮局在4月份举办儿童绘画比赛 今天进行颁奖典礼 鼓励孩子用绘画展现基隆之美 而送出的个人画邮票 让得奖孩子好惊喜 鼓励孩子用画笔展现基隆之美 今年的儿童乐绘画比赛 主题是海科馆 得奖的孩子作品展现创意 颁奖典礼现场温馨热闹 从二楼画 八道石渔港跟海科馆 很开心得奖 颁奖现场贵宾云集 各校校长 老师还有家长都相当热情 对于邮局所举办的绘画比赛 都给予极大的支持与肯定 透过我们所有儿童 纯真天真的画笔 将基隆的好山好水 人事地物 呈现在我们所有市民的眼前 我们非常感谢基隆邮局 为基隆留下历史 为基隆的美术贡献心力 邮局真的越做越好 我们每年都有参加 我觉得这次对小朋友 有一个进步的努力需要的空间 这个是很好的指导 希望有更多基隆地区的小朋友 可以去观赏海科馆的建筑 然后认识海洋 那很谢谢大家的捧场 家长都带着小朋友 络于去那边参与比赛 今天的作品也非常的杰出 在现场大家都可以欣赏 我们也希望这些作品 有机会能够成为邮票的一部分 而邮政公司在六月份 还要举办童年邮局绘画比赛 主题是邮票图案设计 欢迎小朋友踊跃投稿 有兴趣的小朋友 可以上中华邮政网站查询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